C2才知道 这个地方应该挺适合 盘山道挺适合跑步的 超适合 上坡还好 下坡不适合跑 下坡很伤膝盖 绕小区跑 你跑任何东西 楼梯 坡度 下坡是很伤膝盖 附近你知道哪里适合 跑步锻炼身体的吗 你是不是经常去跑 也会跑 在跑步 我最多是拿来放松的跑步 就跑慢一点 肌肉就会开始放松 我最近不是在做康复训练 超级痛 你是哪 脚受伤的 我是韧带受伤 我之前也是韧带受伤 你为什么会受伤 我去滑雪 然后 毕业道 天呐 我觉得那个眼泪都要飙出来了 刚好是那个 有那个风 风暴雪 在哪里滑了 在东京 东京的雪比较软一些 很远那个雪场 离市区 对 离市区很远 然后那几天刚好是很大雪 然后堆得很厚 然后那两个雪橇 就是转弯的时候就插在一起 然后我就往前摔了一下 然后整条腿就是 我觉得滑雪超可怕 脚这样吗 对啊 扭过来 我也是 然后我痛到是完全 我叫都叫不出来 就 你眼黑 我说不出话来 就坐在那里 凹彩包 你受伤的那段时间 有多少天走不了路 我可以走路 可是拐着走路 我超严重的 我 我半个月都走不了路 哇塞 你是直接 什么 就医生都说 差点断了都 因为我是 高速的情况下扭到 嗯 全身都是伤 我半个月没有走过路 至少脚没受过力 我的肌肉就全部萎缩掉了 嗯 就两只脚的比例都不一样 哦哦哦 然后我所有的运动的 主力脚全在右脚 嗯 然后我要重新再练回来 你现在还会疼吗 就是你如果蹲下来的话 会 你会吗 我现在差不多一年了 然后我 我还是不可以很自然这样蹲 你一定要去做复健 对对 物理治疗是吧 因为 我跟你讲 这一块是 根 肌 肌腱 这块叫根腱 嗯 肌腱是长在骨头上的 嗯 你现在疼的位置 一开始这里是不是疼 对啊 一开始是这边 韧带是在里面 嗯 肌腱跟骨头黏糊 嗯 就会有粘稠 就不利于你的运动 所以要做复健把它打松 很痛 然后还有个叫冲击波 就是 哒哒哒哒哒 就是那种电 非常痛 嗯 这里是要跟腱是吧 对 跟腱 对 这一点